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入 转发 油温的油盐是六成的 到薯盘都可以 我先把它看一下啊 我把这个花椒大料葱姜 辣椒都下锅 放入酱油 加入糖 这些盐 这些枣 再来点盐 这个叫卤 卤鸽蛋 卤豆腐 酱油 烧开 焖至入味 开锅15分钟吧 再放上四个小时 让它入味 好 盖盖 来 朋友们往前走一下啊 看 咱们开始煮面啊 一碗的 一碗 四点半斤啊 少半斤面 多一点 哎 这就可以 这面煮好了 大致全程呢 这煮了两分半钟 洗凉 你愿意吃温热的 你就挤一遍 你愿意吃热的 那可以不洗凉啊 但是不如吧 搁这个凉嘴过一遍 还让它烫熟 那是效果最好 吃的筋道 否则不筋道 好了 朋友们看一下啊 把葱花呢 给它切细 这小香蟲 嫩的 酱油 辣椒油 这是 喂制四个小时的了 多放两勺 这个圆汁 这个菜呢 这个面呢 就属于凉面啊 你要是 愿意吃热的 你可以呢 热一下 热啥呢 面条热的就行了 把这个呢 要加上醋 要加上醋 加一大勺醋 往底上一泼 你愿意放豆芽呢 菠萨都行 咱们这放这菠萨 这个菜就做好了 这个主食做好了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汁 是这些 半汁面吧 也叫多汁面 就是半着吃的 这个多汁面 是这样 它呢 主要呢 是吃卤汁的味儿 你要是不愿意吃卤汁的味儿呢 你就说 像我上面再 兑个那个 酱油 醋 辣椒油 拌的这个也好吃 好了 就说这么些 有什么需要 网上给我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 好看 好看